不知道你怕不怕孤独的呢? 有些人很怕自己一个人 我记得小时候的自己 做什么都很怕一个人 例如是 你放学去那些补习班 我都很喜欢找一些朋友一起去 经常都不想一个人去做一件事 更不要说像现在这样 一个人去旅行去旅居 这些事情小时候 简直想都没想过 但是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书名叫做 《孤独的力量》 这本书就教识我们 我们要学习一个人的安静 才可以看见这个世界的喧哗 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人 叫做《齋藤校》 看完这本书后 你会发现作者 不单无将孤独 是视为一样负面的事情 反而 其实 拥抱孤独 是我们现代人 个个都需要学习的一个能力 毕竟 可能大家都听过 就是 其实我们的人生 都是一个人来 一个人走 无论你现在有没有伴侣 也好 人生 我们总有很多的日子 尤其是 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很可能我们总有一段日子 是需要自己 一个人去度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这本书就用一个科学的角度 去和我们解释了 孤独对人类的重要性 还有在今集的节目 我会分享三个方法 去教导大家 怎样可以与孤独共处 事不宜次 我们马上开始吧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孤独者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现代人 我们现在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和人去聊天 和人去交流 和人去说我们自己的想法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意见 当然 有正常的社交生活 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无形中 就墮入了一个陷阱 就是 我们会变成了 常常都需要 别人的认可 别人的认同 再加上 现在的网络 这么多的社交媒体 这样搞法 我们的内心 就永远没有办法去平静 而长远来说 我们的专注力 也都不断地下降 就是你那些什么 YouTube的Shorts TikTok 又或者是不知道 你有没有留意 那些什么Twitter Flex 那些Post 他很多都有 字数的限制 原因就是 连个平台的人 他自己都知道 他的观众 是没有办法 同一时间 阅读那么多的文字 你可想言之 我们现在现代人 我们的专注力 是多么散漫 所以 当我们一个人 开始有自己 獨处 孤独的时间的时候 你就会慢慢发现 你不需要把心力 花费在其他人身上 和别人妥协 反而 你可以用这个 獨处的时间 去面对真实的自己 提升你自己 个人的能力 你会发现 有很多越是厉害的人 他们会越在獨处的时候 思考自己 应该要做的事 如果我们可以在獨处的时候 好好地和自己相处到的话 你就真真正正 可以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人了 究竟如何可以和孤独共处呢? 在书中提到的第一个方法 就是 找到一样 可以帮助到你平静的一个运动 这个 我相信每个人都不同 而 比我自己为例 可以令到我平静到的运动 就是 可能我到街上 晒个步 不激烈 这个运动 只不过 看看大自然 看看花花草草 树木 听着小雀声 慢慢走 整件事都不激烈 但是你走得一头半个小时 就算不激烈 你也会出汗 又或者是瑜伽 冥想 这些活动 都是一个 在我们独处的时候 挺好的运动 第二个方法 听音乐 那又是 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些人喜欢听陈奕迅 有些人喜欢听rock and roll 有些人喜欢听rap 有些人喜欢听唇音乐 去放松 而我自己 我很喜欢听那些 在某种音频的频率下的那种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在YouTube搜索都会搜索到的 例如很多人想提高专注力的时候 他们会听一些叫做 Gamma waves Gamma波 在40克的音频 那种频率的声音 在YouTube搜索就有了 你搜索英文 可能会多些结果 我喜欢它那种 很沉稳 很低沉的那种音频 我听着之后 你个人都会觉得平静一点 因为它是你的大脑脑电波 其中一个频率 听闻一些 那些常常做冥想 静修的一些僧侣 它们的大脑 Gamma waves 的能量 是去到80克的 所以大家有兴趣去上网听听 第三件事 阅读 当然了 你可以听给我讲书 但是 阅读有它的好处就是 第一 它可以当是其中一种 冥想的方法 就是当你阅读的时候 你很自然会进入了一种 深流的状态 而深流的状态 就是其中一种 我们大脑最优积的体验 而且阅读 又可以让你透过文字 和不同世代的人 做一个交流 这个过程里 就像你和本书的作者 在聊天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更加懂得 如何和自己相处 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就想起 我曾经经历过的一件事 已经发生了几年前 有一次 星期日的时候 我就去楼下咖啡店吃早餐 因为我现在是短食 不吃早餐 但是几年前 我还有吃早餐的习惯 我在一间咖啡店吃早餐 我就一个人吃 在我斜对面 有一位婆婆 她又在享受一杯 喝一杯漂亮咖啡 她也是一个人 而她坐的位置 就是她选择了一个位置 就是对着窗口 可以看到街景的一个位置 我眨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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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着一杯漂亮咖啡 一直在看着街外的人 来来旺旺 而不知为什么 大家想像一下 那一刻我看上去的角度 好像外面的阳光 很温柔 很温暖地 打到这位婆婆身上 像你在电影中看到的亮灰 那围总光 ла来旺旺旺 papers 只有一位女生眨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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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眨ラ 很美好的感覺 而我腦海裡又想很多 可能這個婆婆 因為她的另一半已經不在 但是她的樣子給人的感覺 她仍然覺得生命很美好很滿足 當然可能是我想太多了 但是如果她真的剩下一個人的時候 我也很替她開心 由她身上 我真的感受到那種生活淡淡然的那種幸福的感覺 你明白嗎?我們經常所說的那種小確幸 但是她是一個人的 你可以說她是孤獨 但是在那一刻 我就在她身上感受到這種孤獨的力量了 不知道你又是否享受孤獨的時間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次再談 有興趣可以加入會員 聽我說更多的書 我是BeeBee 下次再談 拜拜